從頭五年和後五年去分開來看 頭五年我們現在猜 如果沒有選擇公屋的話 未來五年的供應和供應量 每年大概有25,000個單位 這個未達長策目標 長策目標就是每年31,000個單位 但這個已經比過去十年好 因為過去十年其實每年平均 只有大概15,000個單位 這裡亦是見到政府 過去幾年增減的程序 或者是大力未必建屋的措施 其實是初見成效 但如果我不計算選擇公屋 其實那個輪候時間 仍然會是大概維持到5.7年 即下降不下來 但如果政府現在有一個新的措施 就是選擇公屋 如果選擇公屋的三萬個單位 真的可以在未來五年 預期落成 沒有任何延遲 或者沒有任何其他事情的話 那個公屋輪候時間 綜合輪候時間 有機會 我們估計可以落到4.6年 這個是第一樣 即是說頭五年的情況 頭五年的情況 就是我們估計現在政府 都可以做到 他所說 說了很多年一個 所謂投輕尾重的一個承諾 就是說頭五年的公屋 都仍然是比較少的 但後五年呢 就可以追得回 那麼追得回是追多少呢 我們估計如果一個 所謂最樂觀的情況 其實頭五年後 五年加起來 未來十年會有三十六萬個 公營貨單位會落成 那麼這是什麼概念呢 其實比政府那個 長策的目標 還會高了兩成 即是會有一些走站位 但是一個比較悲觀一點的情況 怎樣悲觀呢 就是我們估計有一些的用地 可能會因為收地 可能因為其他原因 會延遲兩年交付 再加上某些的房屋單位 會有延遲落成 我們估計15% 為什麼15%呢 就是其實過去十年的平均 而誤比率是15% 那麼在這兩個情況 這兩個條件底下 一個最悲觀的情況 就是未來十年 公營房屋只會得27萬個單位 那麼這個是比長策的目標 仍然會少8% 後五年的每年四萬多個單位 即是最樂觀的情況 每年四萬六千多個單位 其實絕大部分 六成 都是在北部都會區裏面 即是包括元朗區和北區 而是這六成的 北部都會區裏面的項目 當中有一半 都是來自於一些土地改環 特別大部分都是棕地 有一些是農地 有一些可能現在是鳥屋區 那麼我們預計 這些土地改環 其實很有機會會有 中間會有一些延誤 或者其他更複雜的情況 所以我們都建議政府 盡快去就著每一類不同的佔用人 包括棕地代業者 包括農民 包括一些寮屋居民 就著每一類不同的佔用人 訂立一些 Target的measures 令到時候要收地 要安置的時候 那個情況是可以快些 不會有延誤